我刚刚看了月城柳的技能介绍 瞬间不淡定了 绝曲灵刚出道的时候 被奉为动作游戏新势力 然而到手后玩家们发现 它只是一个加了点闪避 招架功能的纯数值游戏 然而随着后面不限时深渊的加入 以及紊乱体系开始展露头角 游戏的天平就开始逐渐往动作一端倾斜 但最多也只是达到了一个平衡 真正让动作一端压过了数值一端的 是月城柳的到来 如果说伯尼斯是紊乱体系的里程碑 那么月城柳无疑是让绝曲灵 开始入围动作游戏行列的里程碑 一直以来围绕紊乱的讨论 形成了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 其中一个观点认为 相比直商队 紊乱队的养成成本更低 达到极客线的花费更少 是一个保下线的体系 类比原神里的曹九绽放队 在当前深渊水分不高 而且是台异常角色的前提下 紊乱队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用一级波尼斯 加54级的派牌 打65级的怪 都能打出S的成绩 但任何收益都是有代价的 紊乱队低成本 高回报的代价是操作 玩过紊乱队 你就会发现 你需要频繁的切人 计算每个人的异常积蓄 卡好怪的失衡点 争取在怪失衡后的10秒左右的时间里 尽可能多的打出紊乱 如果是柏尼斯队 你还要关注他的燃油罐 以防前台角色打得太投入 耗尽油量 导致柏尼斯熄火 但反过来 代价大 也可能是因为天花板高 当我看了月城柳的机制介绍后 我的第一反应是 他的队伍得多吃操作呀 在狠狠深入柏尼斯的那期视频里 我提出了一个紊乱队的构想 那就是 一个提供后台异常积蓄的角色 一个不污染队友异常伤害 且能够提供刚需buff的辅助角色 以及一个可以频繁触发紊乱的前台角色 因为异常有三秒内置CD 且需要比较重的攻击动作才能引爆 这就导致 紊乱的频率是被限制死了的 十秒内 最多只能触发四次紊乱 而想要进一步提升紊乱的频率 只能通过买一赠一的方式 月城柳的强化特殊剂和终结剂 击中处于异常状态的敌人 都有机会额外触发一次紊乱 且不会清除异常状态 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情况下 只要柳有能量 有宣想值 他就能一直触发额外紊乱 要注意的是 柳的这个额外的紊乱 有个专用名称 叫做急性紊乱 严格来说和正统的 有两个异常触发的紊乱 是不一样的 本质上 其实可以看作是 柳自己的一个特殊能力 这就像鲨鱼自在暴伤 猪鸢自在暴击 简能让强击暴击 安东可以额外结算一次 赶电伤害 而柳则是可以额外 打出一次紊乱伤害 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个伤害是被视作紊乱伤害 但这个伤害本身和紊乱反应 并非从属关系 所以柳的急性紊乱 不会听除怪原有的异常状态 伤害也跟正常紊乱差距很大 那么相信喜欢拼操作的玩家 看到这个一定兴奋起来了 安东可以无限电钻 那么柳有没有可能无限紊乱呢 反正我是十分期待 时装后操作大神们的精彩表演 但这并不是我得出月成柳 是绝区龄正式步入动作游戏里程碑的理由 月成柳的普攻 首次引入了架势这个机制 分为上弦和下弦 上弦增点伤 下弦提穿透 两种架势可以通过特殊剂 和强化特殊剂来切换 切换后 上一个增益仍然可以保留8秒 而且从技能描述来看 是强制切换 也就是说玩家需要认真规划柳的特殊剂 或者强化特殊剂来保证双增益的连贯性 异常条的积蓄 急性紊乱的触发 以及最高倍率伤害的衔接 与此同时 玩家还需要规划另一个异常角色 和辅助角色的切人时间 如果是伯尼斯的话 还需要考虑一下油耗 肾上腺素一下子就飙升上来了 有没有 这让柳成为第一个 一画二画都在降低操作压力的前台大C 你看鲨鱼 猪鸢 简 11号等 都是一画提手感 二画就直接提伤害了 如果再算上每个怪的异常积蓄和失衡值 是可以按需修改的 那就更增加了 稳乱队在操作上的随机性 以及玩家的应变能力 当一个游戏只考验角色强度 对玩家没有要求 那么它就是一款纯数值游戏 但当一个游戏开始考验玩家的强度 而不是角色强度的时候 这个游戏才能配着上动作两个字 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分析了为什么强度抽卡在绝区零很容易翻车 可以作为本期视频的一个番外补充 约成柳强吗 我大胆猜测 它本身的伤害数值不会特别高 约成柳对紊乱体系的价值大吗 我不好说 但它一定让游戏体验变得更加多元化了 不再是排好输出轴 然后无脑砸技能 那么月成柳必抽吗 我的建议是 先看XP 再看自己的钱包 月成柳的强度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你的身上 但XP可是全在他的身上 感谢观看 欢迎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铃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Dé, fais-moi danser